新加坡30亿洗钱案的被告苏文强料在4月2日承认罪行 他应是10名被告中首名认罪者 32岁的苏文强的案件 星期四 3月7日下午在新加坡国家法院进行审前会议后 新加坡法庭网站的刑事案件入柄和管理系统ICMS更新资料 显示苏文强案件定4月2日过堂 让苏文强在庭上认罪 这起新加坡历来规模最大的洗钱案 涉款金额迄今扩大至超过30亿元 除了苏文强 其他被告是苏海金、苏宝林、苏建峰、张瑞金、林宝英、王水明、陈清远、王宝森和王德海 他们的案件仍在审前会议的阶段 苏文强一共面对11项控撞 包括8项抵触贪污、贩毒、严重罪案、没收利益、法令的控撞 指他使用从菲律宾非法线上赌博获得的50万元 购买马赛蒂AMG C63S汽车 他也涉嫌用约11万6817元 购买17个名牌包和首饰等奢侈品 以及30平贵州茅台和12平18年麦卡伦威士忌 另外用359,877元支付位于植物园附近鲁伊市路 Lewis Road优质洋房的月租和定金 以及乌杰三翠林公寓单位的月租 上述款项全额货部分也是苏文强通过菲律宾非法线上赌博生意所得 这门生意以中国赌客为主 另外苏文强面对一项伪造文件的控状 指他持有伪造的中国结婚证书 假证书上显示 他与苏彦平于2018年5月20日在中国注册结婚 苏文强在2021年12月 意图使用上述证书向人力部申请直系亲属证 他也面对两项抵触外来人力法令的控状 苏文强持有中国 柬埔寨和瓦努阿图三个国家的护照 在2021年与妻儿移居新加坡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感谢大家 看到 阿囡 回复 回复 Bunun 吃 您 是